西方史学史 作为激情的历史学家 米诗莱对历史总体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其著作《世界史导论》中 他认为近代欧洲是一个有机体 如果我把其中一部分单独凑出来 而不是与其余部分联系起来 那就不可能对其他部分有所理解 他的法国史也试图再现整个法国过去的生活 浪漫主义史学家满怀激情描绷着 法国大革命的德语诗 而另一批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解释 却少有感情描述 多一些理性分析 这一群热衷于政治的历史学家 他们组成了19世纪法国的政治史学派 极左是政治史学派中的年长者 也是其中最具成就的代表人物 极左对社会结构和整体的演变 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他的重要著作 1640年英国革命史 虽然写的是英国革命史